你不觉得里面有加热器 这全部是加热的显示 这里就是加热的显示 这一块是一小块呢 是一件机器上操作的一个东西 这一块是风机 这个是在变频风机的 然后打开里面看一下 先是变频器 全部是变频器 然后呢我往上买装了一个小灯 当关闭的时候这个灯会自动亮闭 这是买装的那个形成器官 打开 是更容易好操作 加热的呢我用的是固态细电器 我们打开 这种细电器呢相当流行 这种 这种细电器是相当流行的 比普通的要好 而且它这里面是自带降温的 什么事 自带降温的这里面有风 自带降温的 这是一二三 这是两头的 剩下这几个 是中间的 中间用大的 两头用小的 这样节约电 用电的话用的特别节约 这是一些插感器 这是一个正态的 正态的一个屏幕 这里面全不是正态的 品牌的国内最好的品牌 全不是 一般的我们国家 我们工厂选用是德里西正态的两种 再看去 下面是红防 我从上面走 这种相似风筋 这种风量 风量大 比较柔 而且它 风量不硬 对于这个胶上的这个摩来讲的话 推的话 应该推不动的 风大 风量越大 越柔是最好的 流量大 流量大 风就柔 比较 这是个屁带挑就好 这咱们可以定风 平等风的 人们可以帮你忙 这种东西 你早点 我怕我怕你 好 我怕你 我怕你 尽管 你 这个 变成 你 想 这种 我怕你 我怕你 不怕你 放 我怕你 我不怕你 你 我怕你 这里面是封嘟 夹缝是封嘟 每个封嘟都是可拆可洗的 这种封嘟 这一套是电价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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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套是封嘟 二套就这么大 接近越大 你可以忽略或再替供水循环 这是一个前自动的自动钻漠 到 但一叁 你所 到了化学的时候 速度过快 这个气缸这里面有一个气缸 这个气缸形成 过长 然后拉出来的摸都是斜面 减速 不要停车 能解决这个问题 瞬间解决问题 化尔摸它自动生速 自动有把系统生上去了 这么花是最好的 这是我们改了好几次了 这是属于第六代查评 第六代查评 它是一个轴 手上面带一个气缸 下面的气缸始终是拉得进的 始终拽着力往这靠着走的 要背负是手卷 程序是一个触摸瓶 是一个触摸瓶 来控制它的 低速的整体 这是一个机器人大概的整体 4度10号角再录一下 感谢您的灵候 观看 这是两个工程 麦 用故随 要 还 有一点 把